前清宫里的康熙 很是勉励了老师几句 表扬他这次干得漂亮 要知道冲锋县阵的固然英勇 但居中调度的更是居功智慧 老师虽然没有上前线 但是却肩负着协调三路大军 沟通后方良讨的供应 以及拉拢打压青海蒙古各部的重任 没有一样是轻松的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 老师的确干得不错 康熙很欣慰 要知道一国之军 起码杀敌的机会并不多 但基本上都是天天在平衡着各方的势力 所以老师的表现 康熙觉得自己赌对了 因此 与其说康熙在慷慨地夸老师 倒不如说他是在赞自己眼光独到 能够通过老师大大咧咧的外表 看到老师谨慎细腻的内在 老师可是头一次听到康熙这么坦率的表扬 开心啊 全忘了自家儿子女儿被老婆关禁闭的闹心事了 而康熙呢 大概也是因为太高兴了 也忘了这茬了 所以直到辞别康熙 走到玉庆宫门口 老师才想起来 家里还有闹心事等着他呢 清目阁早早地就带着老师三个孝妾和儿媳妇 在二门处迎接呢 见了老师 那笑得一个灿烂呢 不管老师这个太子坐得稳不稳 有了这战姑 后世想再说老师是草包 怕也得好好地跌了跌了了 因此 在齐母阁方圆一里附近的人 都感受到了齐母阁浑身上下 散发出来的喜气 见了齐母阁的笑脸 老师觉得心里暖暖的 突然觉得 众人都是没长眼睛 齐母阁笑得那么好看 怎么愣说齐母阁不漂亮呢 这次青海蒙古的王爷 算是将老师给得罪了 侮辱老师 最多让老师记恨一时 可是侮辱齐母阁 老师怕得记恨一辈子了 老师笑眯眯地扶起了 穿着盛装 柴桌花盆顶 优雅地行着墩里的齐母阁 越发觉得齐母阁拿得出手 瞧着通声的气派 谁比得了啊 老师扶起齐母阁之后 淡淡地叫众人起身 扫了同样盛装的 红烟三个人 觉得红烟他们的气质 赶齐母阁差远了 自己冷落他们 是有道理的 扫完了小切之后 老师才注意到 齐母阁身边 站着一个少夫装扮的 奇装女子 想来应该是 红轩的老婆 老师向老天保证 她对儿媳妇没成见 但是一回家听到那个消息 说儿子女儿是因为儿媳妇被罚了 想没点成见也难呢 当下老师便脸了笑脸 看了齐母阁也 齐母阁见老师拿眼去问她 便笑着介绍 这个呀是西塔拉氏 性子可好了 方如忙上前 再一次给老师行了个大礼 西塔拉氏方如见过阿玛 阿玛辛苦了 老师淡淡地叫了起 声音中没带着什么情绪 不过眼睛却抓紧地 打量了一下方如 觉得这儿媳妇 要模样没模样 要气质没气质 红轩亏大了 不过老师还是等进屋之后 才问齐母阁 红轩能不能 但是眼睛却在扫着方如 只见方如肩膀微微地颤了颤 老师撇了撇嘴 齐母阁笑着让众人退了场 才冲老师叹了口气 唉爷 这孩子们太气人了 老师白了齐母阁眼 怎么回事啊 爷离家这么久了 你竟然还拘着孩子们 不让见爷 给西塔拉氏撑腰 不至于这样啊 齐母阁一边给老师换衣服 一边说道 爷 先洗洗不 老师还是不怎么挨干净 摇着头 在城外驿站 专门沐浴更了一夜 你别转移话题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齐母阁笑着说道 九哥 没有天油价醋的告诉你吗 没时间 九哥只是简单地说 你为了儿媳妇 像爷的儿子闺女 全都灌了禁闭 到底怎么回事啊 洪轩他们可是有分寸的人 要真是做了什么 肯定是西塔拉氏不对啊 齐母阁叹了口气 爷呀 你先听明白了情况 再偏心行不行 老师换好了衣服 坐到了椅子上 将齐母阁拉坐在腿上 圈着齐母阁 那你说呀 也慢慢地听 齐母阁靠在老师的身上 哀声叹气地说 洪轩要不是我的儿子啊 我真是一棒子 给他打过去了 洪轩在八月便举行了大婚 婚礼很是排场也热闹 当时南路大军 先期获胜的消息 也传回了京城 康熙市容颜大悦 硬是亲自出席了婚宴 给人添了不少乱 搞得有点人养马翻的味道 风光的婚礼结束没多久 齐母阁就笑不出来了 一向和睦的家庭传统 在洪轩小两口那儿 受到了挑战 齐母阁冲老师抱怨 新婚那一个月呀 小两口瞧着还行 虽然说不上是如期四交 但是好歹两个人也有互动啊 可是没想到 第二个月 这两个人就有些不对牌了 我问洪轩 洪轩说方如心眼太多了 说到这儿 齐母阁又对老师说道 洪轩的心眼就不少 找个老婆心眼多不正好吗 真是的 老师将头埋在了 齐母阁的脖颈处 第一声呢 说道 两个人看不对眼就算了 你别硬将人往一块拧啊 齐母阁郁郁闷了 表示自己还是很有分寸的 两个人处不拢 他除了叹气 也没有去插手什么 洪轩收了一个丫头 我也没吭声啊 老师闷笑道 哼 那怎么你将他们给关下来了 在齐母阁看来 方如其实真的挺不错 别说齐母阁当年了 就是现在齐母阁也没有方如会出事 对齐母阁这个婆婆 是竭力的讨着欢心 对安安也是有爱的不得了 对三胞胎呢 也是特有耐性 更别说对洪轩甜甜的 嘘寒温暖了 而且方如 李家也是一把手 居住的阿格索那里 是打理的井井有条 典型的闲内住啊 但是洪轩就是不喜欢 齐母阁除了说两人无缘 也没有傻乎乎的 强迫洪轩去喜欢方如 只是对无法离婚的方如 越发的亲切了起来 人家小姑娘没了爱情 总得给人一点亲情嘛 没想到 孩子们竟然连亲情都吝啬的 不给方如了 不给就算了 还跑去欺负人 红利这家伙 自从方飞在前前宫里帮了她之后 便记住了这个小姑娘 还随口问了方如几句 方飞近况 方如为了和红利搞好关系 便经常地将方飞 接近宫里来玩 三胞胎如今早就恢复了武学 武学课下课以后 一般呢 和同窗一起再玩一会儿 然后才回宫写作业 写完了作业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空闲时间了 所以 虽然方飞经常进宫 但是没有机会和三胞胎打招面 方如也算是做了无用功了 秦木阁本来想帮忙 将方飞留在宫里住几天 后来一想 算了吧 倒不是 嫌弃方飞的额娘身份太低 等三胞胎长大了 老师肯定已经登基了 不管谁和方飞成为青梅竹马 都能终成眷属 但是 秦木阁却担心 日后发生什么兄弟争气着伤感情的一幕 所以权衡了一下后 不仅没有帮忙 还提醒方如 和小叔子们刚好关系 其实也是有很多种方法的 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秦木阁这个直肠子说话再委婉 也委婉不到哪去 再加上方如是个精明的 所以很快 方飞便不进宫了 但是事情就是那么巧 方飞不进宫了 前几天三胞胎 却跟着洪轩 去了西山火器营考察去了 参观完之后 先行回了京 留下了洪轩办正事 三胞胎回京后 见天色尚早 便开始在大街上转悠 弘历这时想起来了 自己如今 兜里有月钱了 该给人家方飞 买个礼物什么的 毕竟方飞是帮了自己忙的 送到洪轩的玉佩 或者叫秦木阁 送小玩意儿 都显得自己 好像不是那么诚心 所以大方呢 要将这个月 剩下的月钱 全拿出来 给小姑娘买零食 洪轩和洪峰一看 好像小姑娘也帮了他们的忙 便每个人都拿出余钱的一半 见到街上的点心铺子 就往里钻 大盒小盒买了许多 没办法 头花手势 他们看不明白呀 而且那点钱 也买不了什么好的 所以啊 干脆全都一股脑的 将银子换成了零食了 买好了礼物之后 三胞胎便登门拜访西塔拉家 走到了门口 洪神才赶紧 分了几个点心盒子出来 说是给西塔拉家 老夫人的礼物 洪力瞅了瞅 还给换了一盒 因为洪神拿出的一盒中 有一个他品尝之后 觉得最好吃的 洪力觉得 应该介绍给方飞品尝 三胞胎自然受到了 西塔拉家的热力欢迎 不过见着方飞的时候 洪力很不高兴 因为这小姑娘 竟然是红着眼睛 一看就是刚哭过的 洪力立马拿着狼的眼神 去瞅西塔拉夫人 不管什么礼节不礼节了 硬是要接方飞进宫 说秦木格想方飞了 还不忘将带去的 点心盒子拿走了 弄得洪神和洪峰 很是尴尬 在回宫的路上 洪力还将小姑娘的嬷嬷 给赶下了车 自己跳了上去 洪神和洪峰一看 也只好跟着上了马车 得杜绝绯闻呢 老师如今可是太子了 三个人在马车里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将情况给问出来了 原来呀 自从方飞 多次的无功而返之后 西塔拉夫人 就骂方飞是个没福的 连带着方飞的亲娘 都遭受了不少的白眼 原本对他们 态度好起来的下人们 也都变了脸色 还嘲笑方飞命搏 还想着攀高知 三胞太来拜访前 府里的管家婆子 正在院子里 指丧骂怀的说 方飞的亲娘拿桥 没生出个凤凰来 还进白谱 方飞亲娘 便是搂着方飞哭呢 洪力倒是气呼呼的说 西塔拉夫人心眼坏 洪神和洪峰呢 便一下子就想到了 西塔拉家打的主意 瞅了瞅洪力 当场没有说话 可是回宫后 两个人便告诉洪力 你小子被人算计了 方飞呢 就是特意派来勾引你的 没准方如啊 就是那个计划制定者 和实施者 洪力一听就炸了 很是恼怒啊 怎么算计 也光算计自己啊 但是为了证明 自己不是毛毛躁躁的傻小子 洪力呢 没有跑去冲着方如嚷嚷 而是偷偷的弄了条蟒蛇 放到了方如的床上 愣是将方如给吓晕了 秦木格还能姑息吗 肯定不行啊 当场就拿了板子就开打了 打完了洪力之后 秦木格也只是在法的超书而已 说来体罚也不重 不想 昨儿洪轩回来听说之后 没去训洪力 却跑去了方如的房间里 将方如很是嘲讽了一番 愣是将方如给骂晕了过去 而安安 洪生和洪峰知道了以后 竟然都悄悄地冲着洪轩 竖起了大拇指 洪轩也很理直气壮 谁知道 他心眼那么小啊 我一句脏话都没有说 他都能一口气上不来 怎么能怪我呢 秦木格顿时将他们好一顿骂 爷 我本来打算将他们骂一顿就算了 知道你今儿要回来了 也不想搞些事出来惹你烦 所以骂完了之后 就将洪轩出去给人赔个不是 让安安他们几个人送点糕点补品去 结果 你知道这帮家伙怎么干的 老师应景地问他 嗯 怎么干的 我不放心 随后赶去的时候 洪轩嘴巴里不停地冒着刻薄的话 方如眼泪不断地往下掉 剩下的几个家伙 在屋里好段段地坐着 品着茶看戏呢 于是 秦木格火了 将事情上升到了人品的高度 将自己生的五个家伙 全都关了禁闭 见秦木格 一副要老师给他做主的样子 老师假笑了两声 说道 洪轩他们几个兄弟 做得不太像话了 但是安安呢 也没干什么呀 也许他劝的时候 你没有听见呢 这样 你呢 先将孩子们放出来 说完了 老师又补充一句 再怎么 你也该让他们来接见我的 秦木格嘀咕着 我都没有出城接你呢 老师愣了一下 大笑道 感情是吃孩子的醋了 秦木格白了老师一眼 不大情愿地 让人将几个混账家伙 给放了出来 三胞胎 跑得最快 率先地冲进了房间 扑到了老师的跟前 大叫着阿玛阿玛 一副想念极了的模样 当然了 他们都挤在老师的左边和前面 和老师亲热着 因为老师的右边 站着秦木格呀 老师也呵呵地乐着 笑着拍了拍他们的头 哦 又冒高了不少啊 红炫和安安 这个时候才一起进来 笑着给老师见了礼 没打没脚的三胞胎 这才赶紧地离开了老师 后退了两步 给老师打了个签 刚打完签 红利又冲到了老师的身边 抢占了有力的位置 还指着老师的右侧说道 我就站在这儿 姐姐站那边 安安笑着鄙视了红利一眼 我才不和你抢阿玛呢 老师阳霜生气地看着安安 安安笑着走到了红利的身边 冷不丁地一下将红利给寄开了 对老师说道 因为不抢阿玛 阿玛也是我的呀 红炫和红风这个时候 已经寄在了老师的前面 红利没了位置 瞅了瞅红轩 大哥帮我 红轩只是笑着 我要是你啊 就站得远远的 待会儿阿玛踢人的时候 跑得才快啊 红利一听 觉得红轩英明啊 怪不得红轩没有朝前几呢 赶紧地退到了红轩的身边 警惕地看着老师 老师没有理他 而是和安安嘻嘻哈哈了一会儿 大言不惭地夸安安 出落得越发水灵了 乃大清第一美女啊 然后又问了问 红升和红风的功课 乐呵呵地听着红升和红风 显辈了一回 他们受到师父表扬的大作 这才冲着红利招了招手 过来 红利这回不去了 拉住了红轩的手 阿玛 师父也表扬了我 我会背好多书了 就站在这儿给你背 老师摇里摇头 光听背书没多少意思 红利有点惭愧 我的作业 师父没有表扬 老师眯着眼睛笑道 那你就给阿玛说说 那条蟒蛇是怎么捉了他 红利不作声了 朝门口退了两步 摸了摸脑袋 看了看秦牧阁 姑娘已经罚我了 老师没去逮红利 而是伸手朝着跟前的 红轩和红丰的屁股 一人打了一巴掌 我让你们进出搜主意 红轩和红丰 一下子跳起来了 气急败坏地说 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红利没和他们商量 是谁叫做红利的 红轩和红丰不说话了 也赶紧地泡到门口站好 还不忘一脸哀怨地 饶了饶屁股 红利呢 则一只脚 已经跨过了门槛了 哪知道老师依旧笑着 冲红利招了招手 过来 这竹页真的是你想的 红利没过去 但是还是点了点头 老师笑着 哼 有长进呢 知道自己动脑子了 红利高兴了 忙自夸了起来 说自己啊 当时是如何的气氛 但又如何的 按捺住了性子 然后呢 又是如何的筹划的 如何教太监从畅春园 搞了蟒蛇进来的 如何悄悄地 溜进了方如的屋子 如何躲在了房顶上 等着看好戏 听得齐木格更郁闷了 而老师呢 却还在夸着 嗯 知道派人办事了 不错不错 红利更高兴了 还显摆了一下 他只打赏了那个太监 一两银子 老师点了点头 夸奖红利会过日子 红利更嘚瑟了 手舞足蹈地 说着细节 不知不觉地 就走到了老师的跟前 红绅和红风 红轩都屏住了呼吸 等着听红利的嚎叫呢 不想 老师竟然没有开打 还关切地问着红利 齐木格打哪儿了 现在还疼吗 红利呢 将屁股扭到了老师的跟前 委屈地说着 欧娘拿戒指打我的屁股 二哥说都打红了 现在还生疼生疼的呢 老师的硬伤 太监了 一只 老师的硬伤 老师的硬伤 养 老师的硬伤